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江陵福特领锐的一个试驾体验 但是今天的试驾其实是很短的一个道路试驾 大概几十公里 所以我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款车的一些亮点 包括我开完之后的一些主观的感受 首先这个车的定位 其实之前我试驾过一款江陵福特的领界这款车 然后它还有一款叫做领域的车型 这个领锐是在于这两款车之间 定价是15.88到18.88这个价位区间 它自己的竞品锁定在了同样是合资产品的 比如说像日系的本田CRV 然后丰田的Ruffle融放 然后德系像探月 这个尺寸的车型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定价是比这些车型稍微低一些的 所以这个价位可能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 另外的一个优点是在于同样合资产品中 它的车身尺寸 尤其是宽度 它的宽度达到了1936毫米 真的是非常宽 你会发现比同级的很多SUV都宽 然后另外轴距2726毫米 这个轴距其实也是算有一定优势的 然后这个宽度就是你能明显看到这个视觉效果上 它停在这就是非常宽的 宽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车内的横向空间感是特别强的 尤其是在后排 可能我们其他的车型后排坐三个人会稍微有点挤 也只能是去做一些应急或者就是稍微挤着点多坐人 但是如果长途行驶的话 你会发现挤着还是不舒服的 但是这款车后排坐三个人会非常宽敞 就会比同级的很多车型更加宽敞 但是这样有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现在城市很多的路况都比较窄 甚至旁边停了一排车 你再去过的时候 这个很宽的车身会给你的一定压力 但是这个车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有比较强的驾驶辅助功能 这个后边我去说 这个可能会在你开车的时候 去帮你缓解这样的压力 然后另外外观方面 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外观我不需要去过多介绍了 它是采用了福特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不管是长安福特还是进口的福特 其实最新的家族设计 我都觉得是很好看的 包括前面的中网 然后包括大灯组 再包括后面的尾灯 那这个你都能找到 最新一代的福特家族设计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介意的 就是它的尾部 排气管做成了隐藏设计 但是同级中 像包括CRV 它也是1.5T的车型 但是它做成了双出的排气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男性来说 更喜欢这种看上去 更有气势 更有力量感的设计 好了 这个就是因人而议的一个感觉了 就是感觉会有不同的朋友 会对这个方面有些建议 然后另外就是说一下 刚才我的一些 对于它配置的体验 首先就是这款车一大亮点 是它的科技配置真的是很丰富 在同级中 我没有找到过很多 有这么强科技配置的车型 比如说它的车机 是和腾讯深度合作的 TI4.0的一个智能车机系统 它搭载了车载微信 然后这个方便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比如说突然有人给你发微信 如果用手机回复是不太方便 或者是不安全的 它可以通过帮盘左边的一个按键 直接用语音把微信播报出来 而且同时可以用语音回复 这个就方便你在开车的时候 必须要回微信的时候 可能会减少你的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然后另外它的车载的 比如说爱去听的功能 可以丰富你的车载的娱乐系统 另外它的语音识别 也比之前我体验过的腾讯的车机 在反映速度和识别准确率上 有明显的提高了 然后还有它车机里面 其实不光是腾讯的应用 像高德地图 然后像华为的HiCar 然后像百度的CarLife 都在这个车机上可以找到 所以其实这个车机 它涵盖了目前市面上 主流的这些车联网系统 给我们自己可以选择 这个还是挺好的 另外它还配备了一个 AR十丁导航的这么一个功能 但是因为它的车 车载的屏幕是一个横屏设置 并且位置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如果你去应用 AR十丁导航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稍微低点头 或者有点偏转头部的动作 才能看到 但是现在很多的AR十丁导航 都已经集成在了 WHOD的抬头显示上 所以相比较 带抬头显示功能的十丁导航 我觉得目前它的这种可玩性 就是玩的感觉 其实会少于它的实际应用 所以还是那个带HOD的 会感觉更好一些 然后另外就是 它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功能设计 就是它的儿童座椅 是可以带有车机交互的 就是它可以通过前方驾驶员 这部分车机 去监测到后排儿童座椅的一个状况 这个其实也体现了 像福特这样的大厂 对于一些细节的关注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然后另外就是 它的动力部分了 因为说了这么多 都是关于它的配置 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空间感受 那动力部分 它是搭载了一个1.5T的发动机 然后匹配的是一个 7速的湿式DCT变速器 这个变速箱 其实是像奔驰的GLA 像宝马的XE 其实都在用这个变速箱 整体的平顺性还是可以的 然后换挡的逻辑 包括反应的速度 也是觉得不错的 但是发动机方面 Eco Boost的一个170的 1.5T的发动机 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到 它是170匹的最大马力 260牛米的最大扭矩 账面参数上是比那些同级的 像日系CRB什么要高一些 但是因为这个车的尺寸在这摆着 所以刚才我们实际的体验 车上三个人 然后跑高速的时候 会感觉在超车的过程中 没有那么果断 会稍微有一些吃力 但是城市使用 因为它调的低速的低扭状况不错 所以在这种城市的低速行驶 包括我们常用的 80公里以下的速度 我觉得动力还是够用的 所以这款车 如果你是追求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动力表现 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预期 然后包括它的操控感 它的前悬架是麦克逊 后悬架多两个2 其实在同级中也是一个主流水平 但是会相比较 之前我们体验过 同样是福特家族的 长安福特的锐技 在操控以及动力表现上 会稍微弱一些 明显感觉这两车的定位是不同的 这个车的定位更偏向于 实际的家用 然后空间 多人出行 以及这种科技配置 像锐技可能就更倾向于 想动力 想操控感 这样的感受 但锐技明显会比这个车小一号 对吧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 关注空间的朋友 然后希望有一个 同样是合资车 然后看起来很大 这么一个车型 那这个车会更加的适合你 然后另外呢 说到了科技配置 其实还有一个点 也是这个车的亮点 就是它的驾驶辅助功能 可能有些朋友 它的驾驶技术啊 包括刚才我说的开车的时候 经过一些狭小的路况 包括停车的时候 大家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但是这辆车呢 它在驳车场景的这个应用 其实我刚才整体的看了体验一下 觉得还是不错的 包括它可以做到APA的5.0自动驳车 垂直车位 侧方位停车都可以完成 而且侧方位停车 刚才我们看到它实际的 测试的这个空间距离是 5米的长的一个车位 但是这个车已经有4米6几了 停进去呢 也很方便 虽然速度啊 不是特别快 但是呢 对于那样一个车位 我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一把进去 停的还是非常的标准的 然后另外垂直车位 停进去也是非常标准的 所以这个自动驳车呢 虽然时间可能稍微长点 但是对于停车技术不好的朋友 绝对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然后包括它的驾驶辅助 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ACCC 适应巡航 自动跟车这些呢 它还带有打灯并线的这么一功能 在高速路况 超过65公里以上都可以完成 那这个也是在同级中比较少见的 其实是很多新势力车型中 你才能找到的一个科技配置 OK 然后说了这么多啊 大概就是这款车 今天我体验过的所有的功能和亮点了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一个呢 就是它的尺寸 宽度是同级合资SUV中比较大的 另外呢 就是它的科技配置很强 腾讯的一个深度合作的车型 然后包括了它的驾驶辅助功能 自动泊车 包括打灯并线的这些功能 是同级中比较少见的 但是呢 动力可能并不是它的一个优势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它的定价 15.88到18.88的这个价位区间 在合资产品中 如果过去你花这些钱呢 你可能只能买到一个乞丐版 或者一个低配 但是这个价位已经比同级别的合资车型 要低一些了 那相对来说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看中这个车的一个尺寸 然后呢 对动力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款车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一个简短的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